中華隊的國手黃玉庭 現在可能真的要受到處罰了 主要是因為他之前 穿了大陸隊的衣服練習 引起了軒然大波 現在大謙哥 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行政院長蘇貞昌 帶頭要來修理自己的奧運國手 外界就很好奇 奇怪了 這黃玉庭不過是在 美國備戰東奧的訓練的時候 穿著好朋友送給他的 中國隊的隊服 這究竟是犯了什麼錯 違反了哪一條法律 難不成現在民進黨隊 國手在訓練的時候 你要穿什麼衣服 我都要規定要管制了嗎 的確就是看到蘇貞昌這樣談話 其實讓人實在非常訝異 蘇貞昌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把台灣 變成一個共產獨裁國家 我相信就算是共產獨裁國家 恐怕也不會管到 自己的奧運選手 在訓練的時候要穿什麼衣服 這到底有什麼好拿來做文章的 那麼就如同剛才惠林所提到的 黃玉庭是在美國做東奧培訓的 訓練過程當中穿了一件 他好朋友送他的衣服 而這件衣服恰恰好 就是中國隊的隊服 因為他好朋友可能是 中國隊的隊員之一 那麼就穿了一個好朋友 送給他的外套隊服 然後來做訓練 不小心拍了一張照 上了個人的私人的社群粉專 這樣子就造成了天大的 這個誤會跟天大的問題了 他又不是穿著 中國隊的衣服去奧運開幕 他也不是穿著 中國隊的隊服去參加比賽 他也不是穿著 中國隊的隊服去代表台灣 他什麼都沒有 他只不過在練習的時候 穿了中國隊的隊服 這就犯了滔天大罪 這就觸犯天條了 如果今天黃玉庭在練習的時候 穿的是美國隊或日本隊的隊服 算不算嚴重的影響國家的身譽 算不算猶辱國格 所以其實這個標準 其實非常的奇妙 那麼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說 如果是其他的國家的隊員 這個國手 穿的是中華隊的隊服 這些人回國也要接受 政治審查跟政治批判 更誇張的一點是 大家仔細想一想 蘇貞昌現在根本就是獅子跳 挑軟的吃 擺明就是一種小心眼 打落水狗的心態 如果黃玉庭這一次是在東奧 奪得獎牌 為國爭光了 蘇貞昌抱他大腿恐怕都還來不及了 還敢用這種方法去做事後的修理 秋後算帳嗎 坦白說 蘇貞昌如果真的這麼仇視中國大陸 如果民進黨真的這麼仇視中國大陸 你在修理黃玉庭之前 你至少要宣布 台灣跟大陸是屬於敵對交戰狀況 那麼他才是屬於敵國 你連這一點也沒有做 你繼續跟他做生意 你支持民進黨的金主 繼續在東奧大陸賺錢 台灣的產品一樣賣到大陸去 我們跟大陸有非常密切的往來關係 這些事情都在持續發生中 然後你現在說 黃玉庭因為在訓練的時候穿了一件 這個中國隊的隊服訓練 就天理不容了 這不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標準和邏輯嗎 蘇貞昌如果真的這麼恨 這個北京政府 你就拿你家自己的紹帖 去北京跟他們決一死戰就好了 真的 台灣沒有人會攔著你